各位观众 又是原来中医这个时间 上星期我们很高兴请到林医师 有些人说我也忘记介绍 林医师你的全名是什么 林医师你的全名是什么 我的全名是林达兴医师 林达兴医师 林医师上次详细讲了中医学骨伤科 骨伤科有没有跟跌打 跟伤有什么分别 还有中医原来骨伤科 都是根据中医的辩证论治去医病 上一集林医师讲解了 脊柱相关的疾病 原来脊柱上有很多不同的疾病 有时会咳嗽 有时心慌慌 心惊惊 好像做一刹 都跟脊柱相关的疾病 这次你好像跟我们谈谈四肢的问题 如何为止四肢是哪四肢 是否手脚 手脚是四肢 手脚就是四肢 细分可以分为肩关节 我们的手肘 脚关节 腕关节 手指手掌 脚可以分为宽关节 宽关节 宽关节是由皮带 宽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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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互 如血不足 一般來說,經常會出現網球手、堅周炎 管管綜合症、板機制、彈工手 或是膝頭方面的膝關節的印帶損傷 或是膝頭半月板的勞損或是腳的懷關節的扭傷 我們俗稱為咬柴 或是老人家經常出現疲勞性骨折 一般來說,這些四肢的疾病在香港很經常出現 你剛才說了那麼多的病 舉例一下哪些職業與哪些病有關 例如網球手,是否真的打網球的人通常發生 或是做某類動作的人容易發生 其實網球手不一定發生在網球員身上 例如香港的飲食業的重業員 一個廚師經常要用手去拿一個很重的獲產 水壺幫人針水 反反復復重複動作的時候 他的手搶就會容易出現露損 廣球手我們中醫和西醫正確的學名叫做光骨外上科炎 就是光骨外上科相連接的相關肌肉交界出現露損 而發炎 因為發炎引致疼痛、腫脹、充血 最後出現功能上的障礙 所以飲食業的重業員經常會面對一個 不一定是打網球的人 不一定的 打網球的人那麼容易 是否他的手會經常用到這個位置 對,因為他反復經常用這個位置去擊球 所以出現這個嚴症 我知道臨床上人們說這裏痛有 其實這裏痛也有 這裏好像是高級人士發生的 對,這裏面出現的 這裏面出現的問題叫做哥爾夫球手 顧文明斯計很多時候在哥爾夫球的運動員身上出現 當然其實 不是的 長期用手去拿東西 拿東西 拿東西 或用手去搬一些寵物的重業員 他也會容易出現這個哥爾夫球手 我知道其實這個哥爾夫球手 比較好聽 其實有一個以前我們用的名叫做抗公爪 即是抗公爪 抗公經常用手去開採一些霧眼 經常用這個方法 經常是農選 但我見到有些女士 走路的時候 手很喜歡這樣把手袋放在這裏的時候 其實這裏有影響 有的 因為他們用手去吊著手袋 他的手袋都有一定的重量 他發病的原因是因為他長期固定 一個這樣的動作 他固定吊著手袋 可能吊很久 在這個時間裏面 有的重量 有的重量 刺激到根鍵 摩擦 然後就出現這個嚴證 是 其實剛才你說的嚴證 我知道你上一集也有說過 都是分開急和慢的損傷 或者上一集的聽眾沒有留意 為何分開急慢性的損傷 急慢性的損傷 首先我們用時間的分別 兩個星期以內的損傷 我們會定義為急性的損傷 兩個星期之後的損傷 就會定義為慢性的損傷 這個當然不一定很直接 這兩個星期的兩星期 當然有出律出入 對 對 形態方面 急性的損傷 紅腫痛熱 以及功能障礙 是很明顯的 很明顯的 去到慢性的階段 紅腫痛熱 都不明顯 但功能障礙 會相對最明顯 對 對 我知道 其實有些病人來到的時候 他們都會問 有時晚上會痛多些 為甚麼呢 為甚麼晚上會痛多些 因為我們身體 尤其是關節 很依賴陽氣去養 我們內經都有所說 其實晚上已經走陰份 對 骨關節 精氣就是精則養神 油則養根 如果我們的陽氣不夠的時候 餘藥不好的關節 就發生了上集所說的 不永則痛這個現象 所以晚上容易出現一個痛症 晚上痛症 不過我知道有一些 骨傷科的病症 是晚上痛也要留心一下 是否有些惡性的骨癌 特別是晚上痛的 對 譬如說 骨癌是一個現象 骨也有癌症 尤其是骨水裏裏裏製造白血球過多的時候 我們便會叫做白血病 叫做骨癌 另一方面便說 所有癌症去到轉移階段 都會變成一個骨轉移 骨轉移其實都是一個非常痛的現象 夜晚痛得很厲害 這些病要嚴重上來 需要吃孖啡去止痛 當然癌症不是我們今集所說的 但少許都知道 有些人特別是骨癌 夜晚痛特別明顯 我知道 剛才提到四肢的疾病 很多時候除了骨折之外 就是雙筋 雙筋的程度分類是怎樣的? 雙筋的程度 雙筋的程度分三類 一個是撕裂損傷 一個斷裂損傷 一個是骨錯縫 有甚麼分別? 撕裂? 撕裂是印帶或遠組織 他只不過是一個直接暴力或間接暴力 令遠組織的長度過分地拉長 拉長了 但他沒有斷裂 沒有斷裂 沒有斷裂 他只是撕裂 舉個例如懷關折扭傷 是 譬如說一個人他咬了 多數是耐返的損傷 是 是 可以咬出是咬入的 是 可以咬出是咬入的 但多數是咬入的 耐返 我們喜歡叫做耐返 他最經常損傷的印帶 就是三國印帶 三國印帶多數會形成一個撕裂傷 他的撕裂不會完全斷 只不過局部拉長了 他的撕裂傷會引起局部的紅腫痛熱 功能障礙 這就是一個撕裂傷 那斷裂傷 就是比撕裂傷嚴重些 就是那個暴力太大了 拉開了那些 是 超過了原組織的彈性極限 所以他斷了 舉個例如說 失關節的十字印帶斷裂 是 譬如說 他為何會造成這個脫裂 譬如說 當那個運動是需要扭轉 跳高扭轉的時候 他落地 他的動作不協調 不懂得相應下肢 旋轉回到一個適當的角度 他這樣下肢落地的時候 他就會 一個旋轉暴力 將十二印帶扭斷了 他扭斷的時候 會出現一個很大聲的斷裂聲 既然會出現紅腫痛熱 劇烈疼痛 劇烈的功能障礙 關節會過分地鬆動 這樣一個斷裂傷 第三個傷根正常就是骨錯縫 骨錯縫是怎樣出現的呢 舉個例如說 一些直接暴力 當直接私家在關節裏出現 譬如說我們走路 滑倒向前傾 向前傾 跌在地的時候 我們習慣用手掌撐 在這個情況之下 幸好不骨折的時候 他的手腕的骨頭會錯維 因為這個直接暴力令到他錯維 所以會出現骨錯縫的現象 即是說好像有些人說 我們見到臨場也有些病 說一扇下地下一扇 但他這裏有事的時候 有時都會影響到這裏也有事 是因為他的力量會傳 衝力也很厲害 會傳由手掌傳到肩關節 所以有些病人 尤其是年紀大的病人 肩關節的印大比較鬆的時候 他連肩關節也有機會脫位 另一個骨關節錯縫的 經常出現的病 就是我們的裂甲關節錯位 譬如說年紀大的人 都是經常出現的人 譬如說他打一個喊怒 打一個喊怒 很大喊怒 對 合不起來 或者有些半脫位 說他能合起來 不過他每次合起來 和打一喊怒聲 對 這個就是關節錯縫的現象 那時候 你也知道以前我們有個 笑蛋明星 有隻笑的時候 脫了下巴 這是不是這個情況 對 就是這個情況 不過他比較嚴重 關節錯縫 沒有即時處理 如果有經驗 很容易托正 對 其實應該及時托正 就沒事了 但幾件事 裡面有沒有說 哪個疼痛的程度 是比較厲害的 有沒有施裂比較厲害 或者是錯縫比較厲害 有沒有說 其實斷裂是最厲害的 斷裂是最厲害的 斷裂是最厲害的 因為他整個關節斷了 不是 整條引帶斷了 所以他那個疼痛是最厲害的 如果斷了 有沒有方法去補救 你知道斷了 斷了真的好像很嚴重 是的 如果斷了的時候 完全斷裂 如果部分斷裂 我們都可以看回 他的情況 是否需要做手術 做手術 但如果完全斷裂 就一定要做手術 一般他在醫院做手術 會在他身體的其他組織 抽取一部分組織去奉合 他斷裂了的印帶 是 是 但你已經說了這幾件事 都是雙筋 那他有甚麼拼發症 是 雙筋方面的拼發症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會有肌肉萎縮 肌肉萎縮 為何會有肌肉萎縮 因為他印帶或者骨錯縫 或者有印帶問題的時候 他相關的肢體是動得差些 運動功能比較差些 那久而久之 他肌肉因為得不到適當的運動時候 他會萎縮 肌肉的特性是 如果他動得少 他會萎縮 所以因為傷筋的情況 令到功能受限 肌肉也會隨之萎縮 另一個現象就是 當那個傷筋情況 日久不處理的時候 動得少動得差的時候 他的關節都因為動得少的緣故 變得僵硬 因為關節其實都很著重 我們每日需要定量去動 定量去動 否則他要僵硬 譬如像一些病人 那些中風的病人 當他完全癱瘓在床上 不動 很久的時候 他的關節就會僵硬 所以關節必須要動 如果傷筋不動便會僵硬 我知道其實除了中風和相關關節 其實你也在說 你的人的氣血不走 氣也會推動血 氣能推動血 他的血能養到肌肉 你才能充盈到肌肉 才能發達 否則沒事到的時候 真的會萎縮 所以就算是受不受傷 也好 其實人們平時都要運動 目的就是 氣血、氣血、行走 才能夠好很多 所以平時有運動的人 他的肌肉是比較發達 所以正如阿姨姨所說 有動的人 他氣血養得多些 所以他的肌肉是比較發達的 原來是這樣的情況 剛才你說過 飲食業的人很容易有網球爪 我們香港常見 其實有甚麼碗管中合徵 哪些人有 我知道是玩貓士的人 是的 電腦一族經常會有 以及經常打字的人都有 為何會有這個情況 因為他長期處於一個碗管 有關節固定但手指會移動的狀態 經常要用到那一系列的肌肉 肝腱 肝腱 對 即是不斷的勞損 不斷的勞損 不斷的勞損 沒有給他休息 那部份肌肉便會充血 肝腱會充血 從而壓迫到相關的神經 正宗神經 會出現這個症狀 譬如說沒有力 覺得怕冷 感覺差了 也是碗管中合徵的症狀 碗管中合徵 我知道有些嚴重要做手術 那個嚴重程度 碗管中合徵 其實來講 在鏡頭上 是不是屬於這地方 有沒有這些方法 我們可以幫幫忙 沒有那麼容易受傷 因為其實我也有空 可以用手術 有什麼方法可以避免一點 首先 預防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打電腦的時候 就不要長時間連續打電腦 或者打一次 就像你說用手提電腦 手提電話 不斷動的時候 我知道在外國新聞裏 有些人說不斷動用 不知為何超過他的鐘 之後突然間手術都麻痺了 是的 好像塵肺了 是的 如果用得久的時候 可以在相關部位 在緩關節附近做按摩 按摩手 浸熱水 促進血液循環 減少他的水腫 有哪個穴位特別 厭一點 摸下去 可以幫到手 其實有些穴位可以用 譬如說陽磁穴 陽磁穴 陽磁穴 要不要拿 給觀眾看看陽磁穴 陽磁穴 我們怎樣找 就是當我們手指弓 抹大 抹大的時候有兩條根 很明顯有兩條根 這個地方叫避煙穴 以前我們清朝一些人 吃水煙的人 吃水煙就是放藥 放在那裡 就是避煙穴 是的 我們避煙穴 最底的地方 簡單來說 兩條根 連線中間的地方 就是陽磁穴 我們可以按一下 有空按一下 有沒有分順時針 或者逆時針方式針 其實下一集所講的推拿 都會有詳細講的 不過現在可以簡單講 一般來說 順時針就是補的方法 逆時針就是射的 是 在我們這個緩谷中含症的病例來講 因為我們要驅走一些 氣濟血縱和水腫 所以我們要用射法 所以要用逆時針去按壓 考慮最好 除了按壓之外 譬如說上次你提到 或今次你也有帶來 那些舊 可以嗎 其實可以的 因為熱力有助我們的氣血循環 所以如果用得久的時候 出現一個麻痺 守麻痺的情況 可以用一些舊的方法 或者一些熱包的方法 用瘟疫方法 在局部麻痺的組織裏面 做一個瘟疫的治療 增加他的血液流通 都可以預防到這個病 是 碗管綜合症 剛才你說 有些膝蓋是特別容易痛的職業 是嗎 是 哪類的職業容易有 膝蓋容易露損的職業 我們多數會見到一些保安員 保安員的朋友 通常見到 為何會經常在這些職業見到 因為保安員其中一個職責 就是每天都要走 在一個很高的樓層巡樓 巡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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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巡樓巡樓 主要是出現在長者身上 退休人士或將近退休人士身上 逐言來說我們叫五十肩 為何會出現在年紀相對大的朋友身上 主要是因為他年輕時 我們年輕時不斷繁複 繁著我們的肩甲 肩關節 他用得多的時候 其實他會累積勞選 去到我們年紀大的時候 氣血不夠的時候 這個勞選就會隨著風寒樹濕外邪 入侵肩關節而誘發肩周炎 我們治療都是分階段 急性期、黏年期和康復期 去針灸、用藥、推拿等這些治療 這些是不同職業的 我知道肩周炎 不要聽有人說五十肩 都是五十肩才開始發生 多數都是 因為那個原因就是去到五十歲 只有過半百人 有人平時勞選 差不多五十歲就出現 其實未必一定有些很年輕的出現 是呀 因為我們說五十肩 只不過他長年累月勞選 去到五十歲就會發出來 但是如果他的職業是需要加倍勞選 他們的肩關節 變成他這個情況就不需要去到五十歲 那麼久 可能是三十歲 提早到三十歲就已經出現這個問題 所以都是關乎他的職業的性質 是是是是 我知道剛才林醫師說了有肩周炎 有網球罩 有孤爾夫球這些 其實來說 待會我們回來的時候 都會詳細再講一講 怎樣去醫治 去檢查 但是平時來說 我們有沒有說有什麼特別的 可以吃一下幫幫忙 就是防止我們退化 你知道我們每個年紀都不小 其實都接近的 那有沒有什麼可以吃一下好一點 因為我知道 例如有些什麼 林醫 就是那些什麼軸斷 這些舒筋活落 這些可以幫忙 有些什麼可以吃一下 其實 其實 筋骨問題 我們中醫來說 肝就煮筋 腎就煮骨 所以我們應該都會吃 應該要吃一些 補乾腎的 對的中藥或食療 譬如一些九隻 剛才醫師所講的軸斷 這些是補腎的藥 補骨脂 這些都是補腎的藥 補骨的藥 骨 腎主骨 基本上是跟西部 跟鈣質 骨和鈣有關 補乾腎 對的 木瓜補乾 杞子 或者原肉 這些養血補乾的藥 都可以增強我們 骨 軟租脊 那些影響 剛才你說的木瓜 是否我們吃的木瓜 是藥材的木瓜 藥材的木瓜 藥材的木瓜 不是我們外面經常吃過的木瓜 不是 有一點不同 有一點不同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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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有人說 逢膠必補 吃多些膠質的材料 都可以補到 是否都可以補到 其實是的 譬如說一些牛筋 綠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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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腳那些 雞腳都可以 但打半身膏又不能吃 是的 例如雪耳 也可以幫助手 如果吃素的朋友 可以吃雪耳 雲耳 一些膠質豐富的 都可以幫到 好 稍後上半場 我們差不多時間夠了 下半場回來 我們會叫林醫師 講一下 不同職業的人 有些疾病 詳細講一講 以及如何去護理 這樣的方法 好 各位觀眾 又回來下半部分 是在中醫的原來中醫這段時間 剛才林醫師 上半個月的時間 你也講過不同的 四肢疾病 有程度是怎樣 傷筋有什麼 併發症 我知道香港 剛才你也講過 有不同的職業 有不同的病 我知道香港最多人 在飲食業 教育界 這些運動員 紀錄部隊 或者可否詳細講一講 在飲食業 你也講過很多時候 都是網球爪 這些情況 網球爪 在臨床上 有什麼症狀 指證 才知道 出現了網球爪 一般來說 最明顯的症狀 就是痛 痛就是 在光骨外長科的位置 有什麼位置 按下去 這個位置會痛 是的 這裏有屈爪 屈爪 屈爪 這裏有一條橫紋 是的 按下去 有一個位置 或者可以選擇衣服 可以選擇 太太也容易拿到那個位置 知道是誰 其實摸了也很容易痛 摸了也很痛 因為你痛就會 摸到 是的 是的 這個位置 是的 我們正常人都摸到 它有條根 動一下動一下 是的 但是當然它發炎痛的時候 它會特別粗 特別痛 以及特別熱 是的 那便出現了一個症狀 還有一個試驗 叫做物耳試驗 物耳試驗是怎樣的 物耳試驗就是 我們當屈曲我們的前臂的時候 這樣屈曲 是 打我們的前臂的時候 打我們按住 環處屈曲前臂的時候 它會痛 這樣 就是一個物耳試驗 有痛就是這樣的情況 是的 通常都是 通常都是 如果這樣的情況之後 因為通常都是 你說飲食業會人捧餐 捧得多 大部份通常都是虛症多些 會否有虛症之餘 突然間有急性發疾 其實會的 因為我們內經所說 邪之所授其氣必虛 所以他發病一定是有虛的基礎 是有虛的基礎 即是長期的勞損 長期的勞損 只要找一次有機會 一次我發出來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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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知道了有這個 所謂的網球爪 有甚麼方法可以立即舒緩一點 當然要看醫生 有甚麼可以舒緩一下 如果真的出現網球爪 第一件事要做就是 休息 不要再令我走關節 繼續動動 是的 這是很重要的 第二件事要做 可以做冰敷 冰敷 冰敷有兩個功能 第一功能可以止痛 震痛 第二個功能就是 減低血和血的流通 所以減低炎症的腫瘴程度 是 這是急性發作時 是的 急性發作時 如果長期的話 不是急性發作 有時會冤冤 累累 可能會用熱膚 是 如果是慢性疾病 我們要用熱膚 溫熱性的藥 薑之類 去敷一敷 就是讓它有些溫暖 讓它的血流通 沒有那麼容易痛 是的 而且去到慢性的階段 它的筋會硬 所以應該可以用自己的手指弓 打一彈這筋 打一彈這筋 是的 打一彈這筋 讓它不要黏連 這樣的情況 其實這是通常飲食業 都會出現的情況 但我留意到 在飲食業之外 有些人不停捧餐之外 有些人緊張 硬了 這些位置都會 隨之如如痛 是的 即是 某件事發生時 可以牽連到其他疾病 一起出現的情況 是的 這個情況 好像我們上一集所說 脊柱相關疾病 尤其是上頸段 它有些神經 其實是由脊柱通去我們的走關節 如果相關的脊椎出現問題 它令到神經受壓 受刺激的時候 它都會出現一個 類似網球爪的症狀 是的 是的 其實 剛才我又再想想 比如 飲食食業員捧餐 捧餐通常用力 是外展在這邊 很少在裏面 是的 很少在裏面 有時 但未必一定 一定說 你捧餐的就是 捧球爪 不是高爾夫球爪 有時都很難說 這個情況 如果是教育工作人員 好像有些 有些相關的疾病 是的 因為我們香港的老師 都很勤奮 每天上課 都上很多個小時 上課通常都是企業為主 是 站的問題 會產生的問題 就是我們腳板底 是有一塊筋膜 是 這塊筋膜其實是 保護我們的腳板底 相關的骨 當你長期站的時候 壓迫這個足筋 我們叫做足筋膜的時候 它會產生勞損 勞損9月9日會發炎 發炎就會痛 如果發炎再不理會的時候 長而9日就會出現骨刺的現象 所以這個就是很經常 因為筋膜而引致的骨刺 產生 症狀都是因為有紅腫熱痛 症狀都是紅腫熱痛 不過腳板底皮比較厚 所以它是紅腫熱的症狀 不是太容易察覺 但痛就很經常 痛就一定 很痛 基本上就說 一旦有痛就知道 一定有事 是的 如果這樣的情況之後 有什麼可以幫忙舒緩一下 首先 如果真的發現自己有筋膜檢驗的時候 在每天工作的性質裡面 都可以加多些坐的時間 不要站那麼多 坐多一點 鞋子可以用一些軟的鞋子 厚一點的鞋子 穿的鞋子可以用軟一點的鞋子 譬如用運動鞋代替皮鞋 是的 每天回到家都可以用一些熱水去浸腳 增加筋底的血液流通 血液流通 是的 它就不會有些炎症積聚在筋膜裡面 是的 中藥來講 其實也有一些方法 譬如用一些消炎止痛的中藥 浸腳 外洗 例如有哪些特別好用的 譬如一些雞血藤 赤卓 穿弓 之類的活血藥 浸一浸也有效 有效的 是的 我知道有些老人家很喜歡浸腳 就是炎下去 但是我們知道其實也不太好 為什麼呢 每一天都灑一堆鹽下去 譬如你每一天喝一杯很濃的鹽水 有很多人會傷腎 其實外敷和內服是大家的原理一樣 是的 過量也是不可以的 是的 過量也是不可以的 是的 教育人員 那行政人員呢 是的 行政人員在上一集說過 除了頸椎容易出現問題之外 是的 那其實他 滿冠綜合症 剛才所說的 都容易出現問題 是的 譬如說他經常用手指 用他們的手指 譬如說去揭東西 是 或者用手指去摟東西 是 他都出現一個 手指根見的勞損 哦 這樣 譬如說彈響指 一彈攻手 是 會出現這個情況 哦 如果這些行政人員 我知道彈攻手 是在哪裏 是嗎 在不同的地方 又要有不同的舒緩方法 是嗎 是的 其實 舒緩方法 是在彈攻手的狼種 譬如說 我這隻手彈 是的 這隻手彈 我們在他的 新機件裏 會找到一些狼種的物體 是 好像一個結節 是的 一個結節 是的 其實 我們當然不要亂用我們自己的方法去刺爆 或是抽這些狼種血 這些是需要醫生或醫師去做的 是 但是一般人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在他狼種的附近 做一些按摩 舒緩的按壓動作 是 是的 讓他局部的氣血可以流通 減低狼種的體積 就可以減低彈向之的症狀 哦 這樣的情況 是的 除了這些之外 又可不可以用你剛才所說的 可以浸泡一些村宮 雞月騰 雞方 這個都可以的 即是有活血散癒的狀 是的 都可以幫到手 是的 那行政人員 還有現在香港有很多運動員 那運動員通常有些甚麼病呢 其實各式各樣的運動都有機會受傷 譬如說他這個禮拜托 是 香港主動員 踢球 踢球會有些甚麼問題 譬如說 最容易傷到腳 是 那他盤球 即是扭球的時候 當他扭的角度過大的時候 小腿 他身體扭的扭轉角度過大 但是小腿不動 原來打步不動的時候 就出現十字印帶撕裂或是斷裂 但是如果當他踢球 從側邊被人剷裂的時候 是 一個直接暴力 亦都令到他膝蓋的側腹人體損傷 是的 還有一些踢球也好 打籃球也好 經常出現的咬柴 是 大關節扭傷出現這些 是的 那引起他的骨 骨骨折 或者三角人帶的撕裂或損傷 是的 那台拳道的運動員 因為他有一個姿勢 所以用手去搭 就是搭向前搭 那他一扯這個動作 他會引起肩關節的斜傷 哦 那除了這些運動 譬如說 剛才所說的 跑步的運動員 都會出現和教師一樣 九站出現的筋膜炎 是的 其實運動員都會有很多不同類型的損傷出現 那會運動員多數是一些 我們剛才所說的實症多些呢 因為通常都是有些事情 立刻發生 但又看上去又不好 可能已經傷開了 是的 傷開的時候 一次突然間發生 是的 因為運動員很多傷 其實都是新傷 只不過他們因為反覆覆 要做相同的動作 那會變成舊傷 是的 好不回復 又傷回復 又好又傷回復 變成慢性的損傷 是的 那運動員那麼多 紀錄部隊呢 紀錄部隊很多 很多警察人士 是的 警察人士 保安等 除了膝蓋 還有甚麼地方 有事 是的 紀錄人員 其實他除了每天要走得多之外 其實他的體能訓練 都佔他的工作性質很大的部分 尤其是引體上升 這個運動 其實很傷他的老鼠仔 是的 我們叫二頭肌 光二頭肌 那些人體上升 譬如說像消防員 他們有體能操 是 其實都會影響到很多 很影響到的 尤其是當他那天 做的熱身運動不夠的時候 一下子用力抽上去 做人體上升 會拉上那些 可能那些根件 撕裂 肌肉盧損 這樣的情況 如果剛才撕裂的時候 我知道那種痛楚 跟剛才說的那種 飲食業的痛 是否不同 嗯 有否那種痛 是劇痛得很嚴重 因為剛才你說的是撕裂 剛才你節目上半段的時候 都說了撕裂 斷裂 其實那種痛 應該是不同 我們平時參飲二百人 軍骨外上腦的網球爪 那種痛 是嗎 是 因為他的痛 比肌肉外上科研 那種痛厲害 因為他用的力大 他的暴力大 他突然收縮力大 所以他引起他的轟骨二頭肌 的勞算 痛的程度是大很多 是 如果真的發生這麼嚴重的痛 這些痛就難忍了 有什麼即時可以幫幫忙 如果自己做處理手法 不來乎冰敷 冰敷可以震痛 可以減低嚴陣的速度 除了冰敷之外 要停止他要做的運動 要絕對休息 如果真的痛得厲害 其實也是要看醫生 我們中醫譬咎 推拿方法 吃藥方法 幫他 是 我知道 講到中醫 因為上幾集 我們都請過嘉賓 講到食療 有些人說 弄傷之後 你不要吃法的東西 有什麼酸難的東西 有根據的 其實都有 譬如說一些糯米 因為糯米 中醫叫法物 它有些毒性 尤其是對筋方面有些毒性 它會防御根健的餘合 軟組織的餘合 所以糯米這類法物 都不建議吃 是不建議吃的 是的 酸性物質都因為酸入肝 酸性物質 其實都會防御軟組織 跟健方面的康復 所以酸性物質都是不建議吃的 不建議吃的 有些什麼可以幫幫忙呢 當然急性發作 又要看醫生 但剛才提到平時 你說可以吃的 就像上一集所說的 是否可以吃那些 綠根 牛根 綠根 這些都是幫到手的 是幫到手的 除此之外 有些藤類的中藥 譬如說雞血藤 寬根藤 新根藤 新根藤 藤的目的就是 有形象的 是 因為藤類藥 其實對於我們的 對我們根健的康復 很有幫助 所以可以吃藤類的中藥 是 我知道除了剛才提到的職業 退休人士其實都有些 四肢相關的疾病 是嗎 是 除了剛才所提及的五十肩之外 退休人士因為年紀大 除了他會出現一些 保安員出現的 退化性失關疾病之外 其實就是半月版的損傷之外 他有種疾病其實我們都比較忽略 就是疲勞性骨折 疲勞性骨折 疲勞性骨折 它耗發於我們的腳趾 哦 腳趾 那有哪些腳趾 有沒有分的 主要是第二隻和第三隻腳趾 哦 第三隻腳趾 會出現 是 有甚麼表現 其實這種骨折 其實是不明顯的骨折 是 他會覺得無緣無故會痛 但又找不到明顯的原因 又沒有明顯的暴力的病死 你說是骨折 是嗎 骨折 即是有些可能裂了 是裂了 裂了 裂了 但又未必很容易察覺到的骨折 為甚麼會出現這個問題 因為腳其實是我們人體裡 遠端的組織 當年大的時候 氣血差的時候 這些遠端組織的血功比較差 所以他的遇合能力 康復能力 都是差的 都是差的 所以他一旦出現損傷的時候 他不容易遇合 所以出現一個叫 而且他 加上他 反覆要走 每天都要走路 所以 不斷走的作用之下 營藥不夠 氣血不夠 這時候出現一個疲勞性的骨折 為甚麼是第二第三隻腳趾 有沒有說 第四第五隻 或者是 捉大子 第一隻 因為捉大子相對比較強壯一些 是 所以他出現機會相對小 是 尾那兩隻腳趾 因為我們走路的重心 就不在尾那兩隻腳趾 這樣 是 所以第二第三隻腳趾 他的重心 我們走路的重心 在第二第三隻腳趾 和腳趾母子上 所以他出現第二第三隻腳趾 的機會最多 原來是這樣 有時候 如果真的發現了痛的時候 其實那種痛應該不是很明顯的痛 是嗎 其實那種痛是不明顯的 是 主要不是因為他沒有骨折 是因為他感覺差 是 因為氣血本身 連大人氣血差 所以有時候骨折痛的情況 他都不會覺得 真的好像一般斷 腿骨很痛 只會覺得 腿骨很痛 很不舒服 腿很痛 或者 經常都痛 很不回來的感覺 如果這樣 真的要照X光 這樣才可以 是 是 以上 你講了那麼多種 不同的四肢問題 疾病 中醫治療 是否都是由大方向 又是變成量治 一定是 為什麼我們喜歡變成量治 因為很多時候 筋骨出現疾病的時候 暴力和風寒外邪因素 只是一部分因素 是 很多時候都是因為我們 自身出現身體內在因素 例如 陰陽不足 對 不平衡 或者氣血不足 這樣吸引外邪 侵入我們的機體關節內 是 從而引起我們活動不靈活 引起一些相關的活動方面的意外 嗯 如果這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剛才所說除了食療之外 我們有沒有特別 剛才上一集你也說過 有些 癌疚 拔罐等等 其實來說 我們 我知道下一集 推拿其實都有幫助 對嗎 推拿其實 是否每一個病都可以幫助 其實理論上是 推拿為何會有這個學科 其實推拿也是根據中醫骨傷科醫生的診斷之下 指引之下去做手法治療 推拿一般是用手法治療為主 是 它會根據中醫的經絡系統去做手法治療 根據中醫的經絡系統 經絡系統 是 不是 是 是 所以它是可以醫治到所有的 無論脊柱 骨關節 或者內科病都可以治療 是 是 這個 推拿就是下一集 但我知道平時有甚麼護理 可以防止這些 四肢疾病 當然你不要做 當然是 但不做 沒有人吃 有甚麼幫忙 譬如說 飲食從業員有甚麼可以建議他們 有甚麼護理 護理方面 首先 他們如果真的要做的時候 每天 其實除了飲食從業員 之外 所有職業的人都要每天 做適當的運動 是 讓自己的關節 處於一個行常的運動狀態 是 那你關節才柔軟 是 肌肉才有力 才應付到日常的工作 是 還有在做一些相應的動作之前 做一些熱身運動 熱身運動 是 譬如說你真的要反覆去拋鑊 或者拿一個水污之前 它 互相先弄機械 是 是 是 可以減低一個突然間用力 撮傷的機會 是 護理 這些是方法 剛才你說 吃酸的東西較少吃 辣的東西較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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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另外 剛才你說 一些運動員 因為他們經常都要運動 剛才我說 他們運動了 除了運動之外 還有甚麼可以做 運動員 因為他們的船商的性質 是因為運動過量 是 所以 其實 他應該跟他們的教練 或者他們運動的對應 商討一個運動和休息的合理比例 他不能夠過份運動 亦不能夠不休息 所以說他運動之餘 要看看每天抽多少小時 讓他休息 還有他除了休息之外 食療很重要 是 剛才我們所提供的一些中藥材 都應該長期可以 及時吃一些食療 是 還有 平時都可以 空閒事地打一些太極 打太極 太極有助我們關節的柔軟 是嗎 是 變成說他可以防止到一些 暴力的運動的損傷 是 要以游濟肝 是 早幾集之前 周醫師說氣功 其實 目的都是想令人氣血運行得好些 是 太極有沒有說哪個時候要做 比較好些 其實太極可以 最好就是早上做 早上做 那個效果對身體 整體血液 根骨 那個效果會最好 哦 這樣的情況 嗯 那 林醫師連續兩集都說了 即是不同的脊柱 四肢 相關的疾病 其實他在說中醫 其實很多時候退化 肝臣不足 是 氣血不得好 是 其實最重要的基本上 你的建議就是 通常適當時有些運動 吃的食物都是清清淡淡 即是老身上淡的東西 另外就是 人的情緒 這些幫到你 是你的脊柱 四肢問題的退化 如果過度的話 應該就要休息一下 才可以幫到我們 防止腹化 這次連續兩集 講了脊柱骨 骨傷的情況 林醫師最後一次 就會來幫幫我們說 推拿 其實推拿也是幫到我們 防止不同的疾病 今天的時間就夠了 下次再見